在四川省乐山市南、明江东万灵云寺旁边,有一尊世界上最大的磨牙石刻佛像,它就是乐山灵云大佛。 今天,我们就要走进这座大佛,为你解密大佛的前世今生。 乐山大佛位于明江、清一江、大舵和三江汇聚的灵云山,据维高加州灵云寺大弥勒石像集记载,此处水是相当的凶猛,周极至此往往被颠覆。 每当下去,江水直到山壁,常常造成传毁人亡的悲剧。 在灵云寺有位来自金贵州的海童法师,大动慈悲之心,决心刻起能人,回避藏物减杀水士。 于是,他决定在此处凿建一尊大佛,借助佛祖法力,镇江压邪,保佑过往传家商人,弘扬佛法,普度众生。 凿建工程十分浩大,海童禅师经过多年募捐,筹其善款。 凌云大佛与圣堂开源初年,公元七百一十三开始凿建。 在大佛头部左后方的凌云山顶,有一个名叫海石洞的地方,为凿建大佛是海童居住的地方。 相传,在大佛开凿时,有地方官吏趁机刁难,要收取建造和保护匪,海童禅师十分气愤毁厌。 你们可以拿走我的眼珠,但不能拿走佛才。 管吏仗势欺人,反而说,你要真给我们眼珠,我们就不要你的佛才。 海童大义凛然,从容拿出尖刀,自弯其木,用盘接住,捧到官吏面前,官吏大为惊慌逃走。 大佛是从头部开始,从上至下开凿,可惜当大佛开凿到肩部的时候,海童和尚就圆解了。 海童圆解后,修造工程一度中断,多年后,建南西川节度使张仇兼穷捐赠奉金。 海童的徒弟领着工匠继续修造大佛,由于工程浩大,朝廷下令此麻烟税款,使工程进展迅速。 当乐山大佛修到西盖的时候,续建者张仇兼穷迁家人户部尚书,工程暂次停工。 四十年后,建南西川节度使维高捐赠奉金,继续修建乐山大佛。 在经三代工匠的努力之下,至唐德宗真元十九年公元八百零三年,前后历经九零年时间终于完工。 这一切,最终都刻在了大佛右侧临江一面的悬崖峭壁上,及加州陵云寺大迷了十项几杯。 到一九八九年才被发现。 乐山大佛为弥勒佛作福,通高七十一米,头与山齐,足踏打江,双手抚膝,大佛体态允准,神师素木,以山凿成临江危坐。 据说自从大佛建好之后,以前频频出现的沉船事故,居然奇迹般的消失了。 真是佛祖显灵吗? 其实,正是人们参与凿建大佛的善举,消除了水患,造福当地百姓。 因为人们在凿建大佛时,有大量凿建下来的石块沉入江中,从而平坦了河岛,减缓了江水流速和水势。 这也正是海通法师的初心和智慧。 他曾经说,时刻改而下,将祸积而平。 若广开雌龙,则重力可击。 在大佛左右两侧岩浆崖壁上,还有两尊身高超过十六米的护法天王石刻,与大佛一起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。 与天王共存的还有数百看上千尊石刻造像,晚然会集成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。 大佛左侧,沿洞天下去,就是近代开凿的陵云站岛的石端,全长近五百米。 右侧是唐代开凿大佛时,留下的施工和礼佛通道九曲战斗。 佛像雕刻成之后,曾建有七层楼阁覆盖,大佛阁屡建屡毁,最终废毁殆尽。 乐山大佛建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了,宝经沧桑的大佛依然完好,得益于大佛就有一套设计巧妙,因而不见的排水系统,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大佛顶上共有逻辑一千零五十一个,每个逻辑为十块逐个嵌九,在大佛头部共十八层逻辑中,第四层,第九层和第十八层,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。 两耳背后靠山崖处,有洞穴左右相通,正胸有向左侧有水沟与右臂后侧水沟相连。 胸部背侧两端各有一洞,但互未凿通。 这些水沟和洞穴组成了科学的排水,格尸和通风系统,防止了大佛的侵蚀性风化。 宋代诗人范城大队乐山大佛有这样一段记载,即天下佛像之大,两耳有一目为之。 也就是说,乐山大佛的双耳为纯木质或一目尘之。 在一次维修中,工作人员发现在大佛右耳耳垂根部的内侧,有一个深压二十五厘米的小洞。 维修人员从中掏出许多碎细物,仔细一看确实是腐朽后的木泥,由此可知,长达七米的浮温,不是原言早久,而是用木柱做结构,在么以锤灰装饰而成。 也是在一次维修中,工作人员在大佛鼻孔下端一发现窟窿,内侧露出三节木头,成品自行,说明隆起的鼻梁,也是以木衬之,外式锤灰而成。 但是,这两处木制制作工艺,是在大佛凿建竣工时便如此,还是后代破损后维修时才用上的,以不可考证。 关于乐山大佛,还有一个最大的千年之谜,直到1991年才解开,艳语常说,山是一座佛,佛是一座山。 这句话直到九十年代,随了照相机普及,特别是广角相机的出现,有一次游客在洗出照片后, 发现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和南侧的乌游山,就是一个躺着的卧佛,而乐山大佛的位置,正好在卧佛的心脏部位,正好印证了佛中有佛,佛在心中的传说。 关于乐山大佛还有很多的传说,比如乐山大佛将藏宝洞,有密道可以通往藏宝洞。 再比如乐山大佛必演流泪事件,这些传说流传已久,由于这里篇幅有限,我们将另开专题来介绍,感兴趣的看观请关注本频道。